把序子2呢,複製成為序子3 所以你就跟著做 序子2變序子3 那怎麼變?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呢?複製有沒有? 移動或複製 那我要是什麼呢?我要是複製 所以請各位把它什麼?建立副本 移到最後面就可以按個確定 特別重要是移到最後 而且要建立副本才是複製哦 確定 就會有個什麼呢?序子2括弧2對不對? 那要把它改成序子3 所以點兩下之後呢就可以把它改為序子3 那序子就工作表的意思 工作表 好,這樣的話就完成了第一個動作 就是複製之後變成序子3 然後把序子3裡面呢 這個地方要做一個什麼? 以色列2003進階教學的這個資料 也就是說呢 第一次有參加的,第二次不一定有參加 有兩個人沒參加 就是李士遠跟吳芳瑜 然後呢 這個地方編號的部分呢 重新要編號 然後編習時數全部都填為2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地方 序子3裡面做什麼事呢? 把李士遠跟吳芳瑜怎麼樣? 按Ctrl鍵 選取就按右鍵怎麼樣呢? 刪掉 因為他們這兩個人沒有參加 然後把編習時數呢 通通刪掉之後呢改為2 那改為2的方式很簡單 你就先輸入一個2之後的話 利用這個空點往下填滿 全部都變2了 然後呢 編號呢 也是刪掉 全部要重排 從第一號開始 1、2 那你當然不用傻傻的3、4、5、6 你就打1、2之後的話 把這1、2跟2選取之後呢 往下填滿 它就自動填滿了 因為1跟2是一個等差級數嘛 然後兩個相差多少 它會幫你算 就一直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 上面這邊 本來是入門的變什麼 變進階 也就是說本來只有一個工作表 它要變成兩個工作表 OK 好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做出來 2跟3裡面的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 我要把它加起來 也就是說有參加的人才有研習時數 沒有參加的人呢 就沒有研習時數 比如說這個李四元 他在這裡面有1.5個小時 在這裡面有沒有 沒有 所以他加起來應該多少 1.5 然後呢 這個王陸慶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它0個小時 對不對 然後程式節的話就幾個小時 程式節3個小時 加上2個小時 所以它5個小時 當然如果你們不會用函數的話 只能這樣做 那裡面如果說有200個教師 你就要這樣看200次 你可能會看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懂得函數的話 當然不是這樣做的 那要怎麼做 其實就可以用什麼 用我們前面講過那個 那個sum if的函數 還有印象嗎 那sum if的函數怎麼使用呢 最近使用過的 sum if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sum if 按確定 那sum if怎麼做 一樣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就是什麼呢 我要判斷的 判斷的 那哪裡判斷 這個 shoot2點 點下去 shoot2點 下去之後的話 判斷這裡面 有沒有誰呢 條件再切回來 有沒有這個人 網路性 這一次 shoot這邊 先shoot range的部分 先把這邊的名字 然後再移到這個條件 有沒有網路性 如果有網路性的話 那請你幫我把它加起來 加哪裡呢 研習時數 也是切換到shoot2裡面 然後再點 點第二格一下 這樣的話就是 我們判斷的條件 都在shoot2裡面 然後呢 加種的條件 也在shoot2裡面 一個是B3到B16 一個是C3到C16 那因為等一下 我需要怎麼樣 往下填滿 所以這個範圍應該什麼 要把它鎖定 所以按一個F4 這個條件要怎麼 按一個F4 否則你等一下上下填滿 它就會跑掉了 那中間這個要不要鎖定 只有這個跟這個要鎖定 好了之後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就可以怎麼樣 往下填滿 那就是說如果他找到有王 有那個理事員的話 他就把它加過來 有那個陳士傑就把它加過來 可是呢 現在只有入門的部分 還有去著3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在後面怎麼樣 按個加號 再把這個公式貼上去 改哪些地方 改去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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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C B3到B16 應該是多少 B多少 因為我扣了兩筆了嘛對不對 李斯遠跟吳芳宇 所以應該到第14 有沒有 這邊到第14 對 然後你先打購一下 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先切過來看一下 是不是到第14 沒錯嘛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怎樣呢 直接再把它往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全部就做完了 好 如果 我剛剛講過 如果我說你不懂的這個 商品符的話 那你可能 老闆交給你的工作 你可能一個早上都做不完 但是如果你用函數的話 你大概幾分鐘之後 你就閒閒沒事做了 所以這個就是效率差別 效率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但是函數部分觀念很重要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sum的部分 sum if 然後呢 我們是從這個 序則2的範圍 名字部分去判斷 判斷完如果有的話 就把10數加起來 然後呢 把這個公式copy過來 改成序則3 序則3 16改為14 因為少了兩個人 OK 我想這部分呢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綜合練習第2 是 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呢 是 這個部分呢 中文字幕——YK